旅程安心寫意,詳情請瀏覽香港政府一站通網頁 在煩囂的生活當中,都可以尋找寧靜 你叫人靜就叫人靜,不用用這樣的聲音? 劉偉衡,梁里勤,守下旅程 論武功,俗世中不知誰高 或者絕招重途二路 江湖上,豪傑義士多不勝數 劉公子,梁里俠,相約各路英雄 譚宵宗時世帝,問誰令風騷 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是張景順 張景順,他是電視劇女皇辦公室的食客 也是為甚麼阿sir是阿sir的學生 更加是潛行追擊的古惑仔 也做過法庭書記,文人,職員等等的角色 雖然大部分連名字都沒有 但同住總需要信任自己的精神 張景順終於用汗血水潰出天與地 成為今天深入民心的嘉明 還需要信任自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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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血水潰出天與地 天分了我們繼續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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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宿天開上不棄 天分了我們繼續停起 2012年我們第一位嘉賓就是承接班良 去年的氣勢 當然 劇力萬鈞 如果命運能選擇的話 歡迎嘉明 新年快樂大家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又要說多次嘉明真名 經常叫嘉明很壞 嘉明真名叫張景順 張景順 張景順也行 你叫他是阿順,他也會應你 對,我們已經可以跟他很熟 對 我們已經被陪陪了三十集 看完劇之後 已經積極終人散 我們有點意義不舍 所以這個星期我們繼續請他回來 讓大家可以 天保我們心靈的空虛 沒錯 上星期講了很多拍攝的去事 其實我想問一下 大家拍完之後 是否整班你和虎佬、黑仔、Ronnie 都朋友 其實那時候是朋友 因為原本我們 譬如我和Yan都已經很熟 是 其他 古老和黑仔是同一個訓練班 阿正嘉也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而且那時候 我上次也說了 阿契很追求真的 基本上他經常把我們擺碼 就是練Bang 整個廠都空了 沒有人練一排 他是想做到的地方 我們真是Fan 甚至他說 有傳說他想做到 我們真是喜歡Yan 真的喜歡Yan 是 即是監製都是離婚 他有一種這樣的傾向 他覺得 他最開心的就是 見到我們真是可以在劇裏面 柴娃娃那一面 輕鬆那一面 年輕人那一面 展示出來 因為大家都見到 大人覺得他很沉重 很嚴重 當他見到 原來小時候 這麼開心 這麼真的 這麼沒有雜質 見到大人 就會覺得很可惜 那現在有沒有聯絡 大家 現在大家都有聯絡 那時候 那陣子當然是多些 特別是我自己 和古老 其實是和一個 公司擺在一起 唱歌接收的組合 有四個人的 其他演員 例如大人 當中 你比較和大人 會有多些接觸的戲 是嗎 像大家看到的結局 我有一幕 最後變回一個 即是沒有死的家命 是的 滿頭白髮地走出來 和大家 即是 相聚 好的 但我必須要問一個問題 其實這段時間 我們經常都在節目裡 講天與地 其實我們的聽眾 列出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挺好笑的 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長大版的 即是林寶儀、王德斌、陳豪 我唯獨是你 被人吃了 是沒有的 那你有沒有想過 即是如果有一天 真的有一個演員去做你的話 是 做你的大人版 哪一個呢 你有沒有想過 現在讓你選擇了 讓我自己個人選擇 有想過 有想過 如果讓我自己個人選擇 我還是很不專業 我一定會選擇自己的牛 喜歡的 對 王力宏 嘩 這空要講廣東話 比較困難 比較困難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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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對的 王力宏也是一些音樂才子 其實有一點輪廓也有一點 是 是 因為我覺得 以性格來說 他好像家明一樣 比較單向的 而且比較專注音樂 那樣東西 那個人雜質比較少 就是清新的感覺 裡面存在 我覺得這空會是一個挺好的存在 其實天與地拍完 都有一段多長的時間 才出街 當時你有沒有失望 拍得那麼辛苦 又這麼好玩 監製要求又這麼高 你上禮拜都講過 你之前是做一些 可能是主持 偶爾 偶爾 有些內衣 走走走 那樣 後就沒有重氣氛 誰知道 哎呀 不出街著 當時你自己這年紀的心情是怎樣 的 是會很心急想他快點出街 因為真的 第一套自己有這樣的角色 可以唱歌 因為其實自己說 去TVB 我是很想唱歌 嗯 有這個機會 還在劇集裡面 邊演戲邊唱的時候 很想出街 但是 我也有想過 之後 慢慢又等的時候 我也有想過 會不會是題材比較敏感 可能會說吃人 比較沉重一點 可能要擺一個適合的檔期 之後我一直都有拍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他都出現 這個都還未出 那一刻是覺得 怎樣 是不是不出 很害怕 覺得我這個作品 不會面世 但是 也有人說過 這是一個大正作 不會不出的 都是要等下這個時機 最後 不要緊 我覺得兩年後出街都好 有人都說 是好事 因為這個時間 剛巧 私底下被公司 很多人認識了 這個劇出去了 最重要 我上次也有說過 最重要 觀眾一定是很喜歡的 但是我都這樣說一句 一定是劇 是一個劇 蓋一個劇 可能這個劇 現在是季度的年頭 就是我們叫做年頭 去了尖竿的位置 是的 我想去到中間 可能大家都不記得了 《天日來的家明》 就是慢慢散望 對 所以 對觀眾來講 喜歡我是這一刻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是監製的認同 才可以 一路一個接一個 一個接一個 這個時間 我覺得是OK的 而且有人跟我說過 現在網上的粉絲 微博才流行 是 現在你才有這個角色 比較容易 多些人認識 這件事我就知道 所以我和家明是怎樣認識的 我們都知道 很煩惱 天日的 上星期都不算不說 話說 我和梁禮奇 現在又說 我們兩個這麼喜歡看天日地 怎麼都要找一個天日地的角色 來訪問一下 是的 我經常都覺得 雖然家明 不算是一個很重點的宣傳角色 但是我經常都覺得 天日地 之所以有這個故事發生 是因為家明 他被人吃了 沒錯 如果不是家明的話 沒有那麼多事情搞的 是的 所以家明是很重要的 於是有一天 我有媚媚地 就發了個短訊給劉禮奇 是不是 知不知道家明中的名字叫什麼名字 是的 我就馬上去找 他就把張景淳三個字 發了給我 我是一個微博控的人 我就看看 這個人有沒有在微博出現 真的有 當日我留意到 他有三千個粉絲 OK 三千個粉絲也算是相當不錯的 那時候大約是做了天日地的十五集 那我就發了一個私訊 就是那些好像白狀那些 是 你很愛劉偉人 對 人家拿那些明星電話 那些 不是劉偉卿 是很愛劉偉人 我有試過這段時間可以說一下 被人打來的那些 是 然後我就發了短訊 就說我是香港電台的節目主持 我很想訪問你 誰知道 Stanley就很快回覆了我 而且是很有禮貌 我衷心告訴大家 他很有禮貌 即是很誇張 多謝我們訪問 我立即就約了這次的訪問 是 訪問之前那天 他的粉絲數目已經是有接近六千 哇 真是天真人的笑容 開過得到 但是封殺了之後 我不知道 可能更多 可能更多 有時的事情很難說 是啊 所以我第一次在微博那裡 認識了一個未認識的人 然後邀請了他去做訪問 但是這件事就是這樣 那你又在微博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就不是在微博的 是這段時間 我相信他是微博的其中一個粉絲 是 但我不知道怎樣他可以拿到我的電話 然後他又好像 我打電話來 半夜打你 我打電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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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找你 我想找你 譬如你找我做訪問 他就說 我想找你去台灣做個Casting 好 都怪怪的 因為那時候 我本處 任何人都可能是一個 講真的 機會 我正經地跟他答了幾句 然後我回答到我經理人 經理人 然後他說 好 他會說 但是第二次 他打電話來 都是半夜的時間 1點多 即是五夜空靈 又是我 然後他聲音很小 然後就說 是呀 其實不好 那次都談得不太好 不太成功 但是還想繼續了解一下你 其實他喜歡什麼 然後他覺得 咦 這麼疼的? 很害怕 然後我本著他 仍然 可能是真的 那也是說了幾句 然後就說 還是打電話來 但原來我發覺 找回幾個天月地的 Bang仔朋友 黑仔的朋友 原來每個人都有收到這個 哦 那也是半夜三更 因為他們比起我 更加跟他談得來 哦 所以變成 好像他們經常都不斷打給他 就是不斷騷擾 哦 其實我想說 大概十年前 小弟弟曾經收過女子的電話 不是吧 沒有理由 不是吧 我真的不是吧 你為何不告訴我 我不會告訴你 這個是正常一件事 就是 多人認識 就開始 這些就是成名的代價 可能會有人騷擾 那另一方面 其實也都是 因為這套劇 我相信 Stanley都比他更加多人認識 其實是不是很大的分別 開始提到 剛才說過 你微博的粉絲已經 爆增加了 其實這段時間 問你自己最清楚 當中的變化是怎樣的 其實都是幾大變化 因為我也想說 其實我是一向都不喜歡 微博 寫blog那些人 我是這麼多年來都沒有的 但其實我就是一直等著 如果天月地出街 我就會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自己也是期望 這個會比其他所有的東西 會更多一點 會響 我很想嘗試反應 我已經出街前 差不多一個月 就開了微博 那時候的確 好像剛才你說 那個人數 我做了張敬順這麼久 主持這麼久 不同主持都有做過 但是整個月 加我的人數 可能是200 然後天月地出街 就突然間 就幾千人 然後到現在 都一直加上去 但是那個月 在網上 又完全沒有人跟我說話 到突然間 很多人全部 可能全部粉絲 青一色 都說 很喜歡家明 家明很英俊 那些 這個是經常出現的 我也是 這句話是梁禮琦 當然 我也是經常說 再加上 真的有很多粉絲 都會這樣留言 因為他喜歡你的時候 他就會喜歡你所有的東西 是真的 我相信這個對於Stanley來說 應該是你事業的 我可以這樣說 事業的一個 第一個小高峰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絕對可以這樣說 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樣 其實很開心 因為以前唱歌的時候 不知為什麼 唱歌你一二一個歌手入行 是心頭高一些的 是 你會覺得自己是 因為你可能 公司已經有很多人照顧你 我一來都沒有做任何事情 已經有撞手 公司給你一個保姆 帶隊 他經常說 我出道去電台 或者去做 我不需要跟別人打招呼 即是我不認識的 那時候 進來後 就開始做了 然後 出道去 不知道為什麼 又是自己會有粉絲 對 而且去到哪些地方 人家都會 好像PR 都會 照顧你 serve 你 你是明星這樣 雖然我不同 一點都不出名 但都是會以一個這樣的認識 但是 我沉了下去之後 一直沒有唱歌 然後又回到TVB 其實是 變回一個比較 humble 一些的角色 公司所有的事情 都是自己去打點 我跟導演聊天 出 crew 所有事情 自己背 自己背 沒有人幫你 習慣回這個模式之後 突然間去到現在 又開始有人 好像 認同你 這個藝人 叫你名字的時候 因為之前一直都沒有人叫我 叫你名字 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看電視 通常都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會叫名字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更像那時候 但是不同的是 我現在感覺到的是 自己走到這一步 為什麼 以前是沒有解釋的 那個感覺是不實的 是 我想今天身邊有很多人支持你 或者圍著你 和昨天的圍著 真的是兩個不同的狀況 因為今天是你用自己的實力得回來的 一些很實在的東西 都真的經歷了一段多長的時間 剛才阿淳他所說的 就是你 我經常都覺得做這一行 無論是哪一個崗位 其實你必須要自己 懂得處理自己的事情 這個是首要的 你不要指望 我身邊一定有很多人幫我 這個不是理所當然 有些人可能 他真的畫得天獨厚 他一禮便可以有這麼多福利 你沒得欣賞的 因為 在這個世界這一類的人 是少之優勝 絕大部份的人 都是要自己很努力地 才可以得到1.2的成績 在這兩個星期 和阿淳聊天 我都覺得其實他真的好似家明 即是他的人 是很慷慕 很溫文 之前我在微博和他聊天 都覺得他很有禮貌的人 其實真正的張景淳 是一個怎樣的人 阿淳立刻現在放了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覺得 因為可能一行已經滲入了太多 我希望這一行 我希望這一行 可以成功 我覺得成功是自己有多少能力 自己進步去得到所有應得的 沒有說應得可以得到 就是用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拿到最大的成就 然後每天回家可以安心地打機 打機的時候我不會覺得自己是在偷懶的 不會覺得自己在偷懶的 我也是的 我也是的 打機是要練腦的 我媽媽打麻將 我媽媽說打麻將 可以練腦快一點 打機真的可以 對 對 跟朋友說開心 回公司又可以比較充實一點 平時的人 我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簡單的人 對 而且我想你這個人 也像是一些挺靜態的人 是嗎 我偏靜態 對 我們這個節目 經常會說一些關於生活 你平時的生活是怎樣 有什麼興趣 如果不用上班的話 不用開工的時候 對 有什麼樂趣 因為平時現在很少 我現在很渴望打機 但是我沒有什麼時間打 因為現在的遊戲真的玩得很久很久 我大部分時間是看一些遊戲書 然後幻想自己的遊戲是怎樣 然後第一天可能買回來也不玩 我也是的 我買了一個Call of Duty 擺放了 看都還沒開 是 我平時生活就是可能 這一陣子 就是微博 看一下書 盡量上網 盡量其實都是把所有自己的生活 投入自己的工作 預備那裡 打籃球 平時很喜歡打籃球 都喜歡吃東西 就是找一些好吃的地方去吃東西 然後介紹給朋友 我跟公司幾個藝人的朋友 都有一個美食團 正式的 都出來 你要跟他一起 阿雄的肚腩大到 什麼都放得下 跟Ronnie收不到身 你們可以兩個 一起很開心地玩 這樣吃 我想問另外一件事 除了說微博 搞假機 吃東西之外 其實在電視劇裡面 家明都曾經唱歌 亦都給我們一種很強烈的感覺 是很beyond 對嗎 如果說聽歌方面 你自己又會聽哪一類型的東西多呢 如果你靜態的話 你對band sound 會不會 不是太中愛 我喜歡Band sound 但是我不會喜歡HAPPY METAL 我是喜歡以前 American Old School那些 比較Aerosmith那些 以前 因為在加拿大的時候 都有聽的 有幾對都不是香港很出名 Matchbox 20 我又會聽到Beatles Aerosmith 近一點點POP 但是他都很有Band那種Sound 不是用Hebord彈出來 全部都聽到結他 聽到Beat很重的那些 例如香港這樣說 你會不會平日比較少聽 香港其實以前會比較多聽一點的 但我現在所聽的 全部都是前草樂 例如陳奕迅 王力宏 可能大家都比較大佬 暫時第一個閃起 就是這幾位 我都有一些 沒有那麼流行的 都有聽的 但是可能都是偏外國 始終在外國生活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個吸塞得最強的那段時間 就是在加拿大 可以說一表人才 平時有什麼 平時就是看書 看歌 投入一下角色 我覺得嘉明應該是一個 就是Stanley 應該是一個很容易得到 女性歡心的一個人 因為這套劇 你弄得她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這套劇 會不會令到你多了 一些蝴蝶 開始在周邊飛來飛去 沒有 真的說到你說 有些什麼 什麼掩餘那些是沒有的 但是 你試一把那個假髮拿出來 的確是有的 的確是有的 我想 我想我想 我現在在公司 有一個化妝師 叫Janice 是 基本上以前 她看到我 大家都很友善那種 誒誒誒誒 化妝吧 坐在這裏 做了嘉明之後 他們夠了 嘉明 你要化妝嗎 真的會這樣 還可以 我想拍下這場 是 但他們經常都是 叫我先把假髮拿出來 幫我假髮拿出來 你不要保留 公司又幫我保留 每次都 是嗎 是嗎 辛苦了 真的 辛苦了 真的很辛苦 挺好笑的 你見到這幾個人 如果出來加個 我覺得挺有趣的 在商場上 挺開心的 我再問一個問題 阿古佬的頭髮 不是都是假髮嗎 全部都是假髮 我以為是真的 他那種比較 真是現實 貌似真的 對 但是嘉明那些一看 他不是去老耳的頭 就是很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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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這些 好 最後一個問題 要問一下Stanley 經過了天與地之後 開始了新的一年 接下來 你自己會給你什麼目標 因為我都希望自己可以拍多幾部劇 我希望自己在數量方面 目標是自己可以拍到三至四部劇 一年內 那些什麼角色是很願意做的 就是嘉明就很慷慕 是 正面 你有沒有一些很不同的 想做一下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說 想做一些病也好 可能甚至乎是 可能有些變態插手 那些你可以將 我平時那一面 大家可能很多劇 比較容易接到的角色 那些可能很多機會 但是很少機會可以接到一個 你比較 就是要用演技去拿出來 我很瘋狂的 很瘋狂的 有很多心裡面的東西 而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的 一些角色 甚至乎 可能是我精神有問題 那些 是 因為我自己一直很深刻的一個角色 就是張國榮在窗簧裡面 是 是 由他自己開始變成精神明的角色 是 他那個角色是令到我覺得 嘩 一個演員把那些東西帶出來 我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部分我是很崇拜他的 我是崇拜的 不是 哇 張國榮 特別有一場在廁所 那場挺好見 就是對著鏡子 那場 我看得明白 我不是說 為什麼這個人發電 我完全作為一個正常的心態 我理解一個人精神病 原來是怎樣走到那一位 那我覺得這些角色 是可以給觀眾 就是好像嘉靈那樣 認識這個角色是很有特質的 是 知識也都是 有一種另類的體驗 嗯 那我們希望呢 在下一次 我再找你回來 當然 我繼續叫你曹張影淳 還有Stanley 是 有另一個名字 可能叫做 紅兄 是變態殺手來的 希望是這樣 希望我們在這一年當中 見到Stanley在這個演藝圈當中 繼續發光發熱 嗯 我都希望我在麥克風前 可以改變我的影像 是 一個變態殺手來的 不是吧 那我走了 再次謝謝這兩星期 謝謝 謝謝這兩星期 再次祝你們新年快樂 好 那我們遲點再見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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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